今天是4月份的最后一天 沙拉越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不见得有好转 累计确诊病例更是突破3万宗大关 在整个4月里 沙拉越的确诊数据都维持在三位数 在全国排行榜中一直包办前三名的位置 回顾短短的30天里 不但有70人死于新冠病毒 而且也新增14263宗病例 同时让人担忧的是 沙拉越只用了19天的时间 确诊病例就从201宗跃升到30659宗 目前还有5863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如今沙拉越累计病例高达30659宗 死亡人数则有178人 随着活跃感染群增加到75个后 目前沙拉越只剩下10温然区区一个疫情绿区 由于确诊病例一直无法下降 因此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日前已经宣布 全沙拉越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CMCO将继续执行到5月17号 与此同时 沙拉越所有教育学府包括国际学校 也将持续从5月4号开始关闭到5月10号 在学校关闭期间将会进行线上教学 至于参与大马高级学校文凭STPM 第三学期考试的中六学生 获准返回学校直到5月27号 在教育机构关闭延长的期间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也已经允许 寄宿生在不需要进行冠病检测下返回各自的住家 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疫情何时可以得到控制 几时会走到尽头 无论如何 对抗疫情不能只靠政府 而是需要所有人的配合和贡献 每个人都应该要做好本分 注意个人卫生 常洗手 少外出 与人保持距离 相信在一人尽一份力量下 沙拉越一定能度过这场疫情